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早安 早安 為何每個都慢動作 這樣教了正音? 不認識什麼? 大聲, 吵醒了, 和仔 他怎麼躺在這裡? KC拍完整場戲之後 捉了和仔, 罵了一晚 法叔又怕得罪KC的運 所以馬上解僱了和仔 你可以坐在法叔裡睡 行李都搬到公園, 睡在那裡… 不是, 那就是他睡在公園? 對不起… 對, 他本身已經住在晚飯 現在還要被爆價偷了錢 所以沒有錢交租 這麼民間傳奇? 對不起… 他連法叔這個罪點都沒有了 我們就叫他在這裡睡一晚 那整群人都在這裡?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好急符疑, 你有沒有做錯事 不用說對不起? 萍姐, 這裡是工作的地方 不是收容中心 其實和仔可以幫我們工作 對, 其實我跟了法叔兩個月 很多基本事都會做 我們接下來要去東平州 拍劉手老人的特輯 我覺得應該要有一個 懂得老人護理的工作人員 剛好和仔之前在美國 做過老人護理的兼職 有時間嗎? 那就遇上字了, 幫主 現成有位, 馬上請 我們去東平州拍攝 有社工跟著 隨時提供協助 我們根本不需要特別請多一個人 但是… 如果你們家裡有地方 我不介意你們招呼他 但我不想在工作的範圍裡 看見一些不相干的 金叔叔 不是我家裡有樓梯鑰匙被人爆價嗎? 這次是古Sir出事 我幫他叫十字車送去醫院 今天早上我在廁所 覺得有點暈暈的 突然跌倒在廁所門口 我就大聲叫 但是看著你一邊 通過電話一邊走出去了 你今天早上跌倒? 那你想在廁所多坐幾個小時 才通知那個金叔叔來救你嗎? 過了一會兒, 我覺得沒怎麼暈 雙腳好像有一點力 我就想爬過去那邊拿電話打給他 但是爬到差不多 聽到外面有人在這裡聊天 我就大聲叫 還是我大意了, 對不起, 爸爸 你每天做得烏烏烏的回來 一旦起床就趕著去上班 家裡發生了大小事 你也大意了 我知道, 所以我經常跟爸爸說 不如請回菲蓉吧 不要…多個女人在這裡一起住 不方便 不如這樣, 請個護理員 我想到有一個人 這個年輕人有老人護理的經驗 只要讓他落腳的地方 一定很容易說 對 那個年輕人連公園都肯睡 如果讓他睡在姐夫你那間維修房 他一定沒問題 我們公司那群年輕人說 他替發叔做散工 他隨傳隨到 一萬元都不用, 什麼都肯做 現在都算有些年輕人這麼值得想 這樣嗎? 如果我們還給他住 看來打個七折也沒問題 我打個電話問問你 先想清楚 人家什麼底細我們都不知道 我怕已請難送 我做了幾十年人 我一看他的眼睛 我就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一看他的眼睛 他就像來福那麼中心 誰是來福? 你媽媽的樣子也是堂狗 這個年輕人淡淡定定 斯文有禮 又肯幫人, 又不怕吃虧 就算他真的肯來 大家都要約發三將 好, 走 床放在哪裡變好 阿姨, 你打算買床嗎? 他不在那裡住的吧? 如果他能照顧姐夫好 那我就不虧了 爸爸, 你說得對 某某不在阿姨身邊 他都無礙, 真是無法用 你放心吧, 你爸爸很理智 如果他是不好的 我不會因為要滿足你阿姨的同情心 就硬說他好 拜託你們就別當我手指咬出不咬入 我叫得和仔來 我一定跟他先小人後君子 要發三將 第一, 不得獨留長者在家中 第二, 如需要家中用品 必須先得僱主同意 第三, 定時報告長者的狀況 還有, 我會問他拿他的身分證 認銀本, 這樣行不行? 娃仔 平姐 進來… 自己來 來… 自己來… 你先放下點東西 謝謝… 高先生 這位是古先生的爸爸 你叫他做古Sir就行了 古Sir, 你好, 我叫林和 我可不可以跟他們叫你做和仔? 當然可以 看你的腳如何 好, 看看你… 這樣動會不會痛? 痛不是很痛 不過有點冤冤痺痺痺痺痺 應該不是很大問題 醫生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如果可以就活動多一點 讓他的血液都可以運行一下 不會早點痺痺痺 是的, 你坐了多久? 三個多小時 三個多小時? 好, 是時候犧牲逛逛逛 我扶你 好 慢慢來… 好, 我們去看看你的房間 在那邊 房間? 怎麼樣?什麼時候跟他約髮三張? 我有分數 這幾天你就睡這間房間 我稍後買張… 買張沙發床給你 不用…明哥他們給我一個睡袋 我睡睡袋就行了 睡睡袋?行… 真的沒所謂 我以前在親戚那裡坐著 也是打地步睡的 其實你們給我住房間 已經對我太好了 別浪費錢… 買張床洗機錢吧 如果你在地上睡得腰痠骨痛 和我談工商要做什麼? 那我是不是真的建成功? 什麼時候上班? 可以馬上 改了新系統之後 看來大家都會拍得不錯 如果大家沒有其他的意見 今天到此為止 意見就沒有了, 問題有一個 誰說? 爆炸哥是我用盡人情牌請他回來的 上次時三, 說給我一個交代 但這個交代到今天我還沒看到 我節目快要出門了 廣告商知道沒有爆炸哥就炸殺我營 我知道這次這件事要問責 我希望問責的人不是我 哥叔一個星期後才出門 廠期、後期人手和資源 我們都額外留給你了 只要卡士一埋位的話 以KC你的經驗一定能夠交到 卡士一埋位, 我知道 那卡士呢? 那你還給我一個跟爆炸哥一樣的 卡士一埋位才行 光珠 你是說韓國光萬人米? 夠不夠爆炸哥好? 好, 你找到他嗎? 明天開始連續兩個星期 他會在香港度假 他答應我幫TVI派兩日夜 除非你不想要 你不要, 我要 怎麼會這樣? 這麼搶東西都可以 我正在聊著 還給你… 要, 我要 人家是國際級的藝人 麻煩你給一些專業的拍攝水平 這層當然 既然是這件事 我已經給你一個交代 我希望你也可以給我一個交代 受害的林和 當日你也即時叫停, 和仔也沒事 但是他被法叔解僱了 欺負他那個不是我 你想我道歉嗎? 我想安排他進TVI做學徒 還他一個公道 你想我用他? 不用 我只是希望他進來之後 你沒有刻意刁難他 傻了, 小孩子玩泥三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輝哥 是 我想他去梳化部做學徒 你的意思怎麼樣? 還歡迎 化妝間正正需要一些新血 省口人士部會跟你跟進的 謝謝各位 今天都知道 林和是什麼人? 文小姐這麼看她? 是看得起林和 好, 還是看不去KCC? 姐姐, Vivian 來走了 過來坐吧 想不到這麼快就讓你知道我回來香港 傻瓜, 你在我公司工作 你瞞得我多久? 但是我去法叔做 沒有預料他會幫你們TVI的 真的擺明是避免我, 是不是? 不是 我只不過是想學一下自立 才不告訴你 所以你就要住在劏房間的地方 我幫你找地方 不用, 我已經有地方住了 而且還找到短期工 真的長大了, 不用人照顧了 不是 但是我真的答應了 照顧一位跌倒的老人家 那家人很好, 還有地方讓我住 還打算安排你去TVI做事 那就是多此一句 不是 等各位伯伯好之後 我也很有興趣進TVI做的 請你那家人是什麼人? 就是古曉辰那家人 你真的永遠都不知道 我會怎麼安排 是 行了, 你在他們身上我放心 反正請我們吃一頓 這個經理真的不懂 但是他給我一張八折卡 你猜這張八折卡 是給你還是給我? 是給你的 你記住, 要聽老人家話 知道嗎? 知道了 林小姐和和仔? 林說是雲飛飛的兒子? 有圖就有真相 吃一頓飯也不代表什麼 但是雲飛飛會不會約我們出來吃飯 兼摸我們的頭 雲飛飛是個這麼冷靜的人 絕對不會因為毫無價值的正義感 去罵走一個正在拍攝的VIP 所以就算他們不是梁母子 關係也非比尋常 真相在我手中 林富豪和雲飛飛有路 雲飛飛和林河? 同樣都是名人會所 兩張照片雲飛飛的衣服也是一樣 難道是同一天拍的? 那頓飯是他們三人一起吃的 你已經是雲飛飛和林河 而周瀚已經是林富豪和雲飛飛 這個組合這麼奇怪? 林富豪、林河、兩父子 一家三口 之前雜誌有說過 林富豪有個二十多歲的私生子 剛剛在外國讀完大學 難道就是跟雲飛飛生的? 這麼棒? 光珠的老闆就是林富豪 所以雲飛飛請了玉乾珠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他們真的有這樣的關係 你老闆就應該很擔心 林榮,你考慮一下 我覺得這個磨仔真的很有緣 很奇怪 我看到這個這麼乖巧的孩子 我真的很想親手抓住他的手 教導他成為一個有為的青年 你就當作給他一個機會吧 不用你操心嗎? 我不操心,不要嫌疑 我認為他是一棵幼苗 他不應該在溫室長大 他應該磨鍊才能成長 交給阿賣 謝謝 Vivian,交給我 我會幫他 是和仔買的 他說爆炸那件事因他而起 覺得很過意不去 對,他連發叔出給他的美其娘也沒有 他還要我幫他買西餅向KC賠罪 他說你們對他好,所以買給你們 是他買的?那我們還吃不吃好嗎? 那婆媽還沒什麼吃 但如果他真的是林富豪的師生子 這個餅有點寒酸 但如果他不是 就在一個睡工院的窮光檔 傻瓜,他窮也不會捱我 買西餅給我們吃吧 高興 幫主,吃飯吧,和仔請的 對,聽說他已經找了一群新工 不過不知道誰很不幸請了他 幫主,沒事吧? 沒事,沒事 為什麼請到他是說不幸呢? 他做事又有心,又盡責 他年紀很小 法律規定請美滿十八歲的青年僱傭 很多事情做不到 法叔請他的時候 又沒有回覆他只有十七歲多 你說他只有十七歲多 對,看他的樣子都不像這麼年輕 你知道什麼時候生日嗎? 不知道 是阿神哥,為什麼你這麼問的? 我沒事 我… 等等 鮑周海明明說林富豪的兒子 二十幾歲大學畢業 那豈不是林富豪和韻菲菲的兒子嗎? 怎麼這麼好來切割機? 怎麼樣?連啤酒也準備好了 好,我們兄弟倆很久都沒喝過了 來,我們喝一杯 謝謝 好 無論發生什麼事,兄弟也陪你 你搞哪一科? 你都要說出來,我才能配合你 你記得我和你提到那個女人嗎? 記得,那個女人 你們拍了很短時間 然後這麼多年都放不下那個 叫小妹妹 怎麼了?她又回來找你嗎? 我最後一次見她 是九七年的平安爺 九七年到現在早早手指 十八年又多了 怎麼樣?真的不下嗎? 我以為我放下了 但我最好看見她身邊 有個十七歲的年輕人 我懷疑 你懷疑是九七年平安爺 留下的臭味嗎? 你說不說不說 我怎麼知道會給你什麼反應 通常我接到劇情龍戶的故事 我習慣用喜劇方式演繹 原來是悲劇人的 怎麼樣?那個女人是不是帶著兒子 來給你拿一塊錢呢? 她什麼都沒說 我不知道她想怎樣 她也不像是這樣的人 你看看你的樣子 你還是很有感覺 你不用分析我 我肯定你們兩個 都沒有做安全從事 都這麼多年了 有什麼可以肯定 我知道你今天 不是想找人幫你分析 你也是找個人陪你廢話 然後又不會問場文件 不過對了 如果那個女人帶著兒子回來 問你拿米飯錢 付錢就行了,很簡單 我有多少錢 但是如果付錢也搞不定 我真的會很遵守 如果換轉是我 不殺到埋身 我就會炸炸的 不過你不行 你是古曉神門的炸炸 你喝這麼多怎麼開車? 你沒有喝吧 古曉神,你來找雲小姐嗎? 她說正在開會,待會回來 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等到平姐回到家裡 我才出來 我知道你這個人很有交代 你其實是想問 為什麼我會在雲小姐的房間? 我剛剛才知道 你今年十七歲 你是九八年十月出生 不是,我平安夜出生 你肯定嗎? 平安夜?你是平安夜出生 你肯定嗎? 肯定,是不是因為我還未夠十八歲 所以你覺得請我做事很麻煩 其實只要你給我一個地方住 我可以不收錢也幫你照顧好古Sir 不是,沒關係 你去樓下等我 我會去跟古監製談 好的 來 九八年十月出生 我真想不到你會覺得我為你生了兒子 你覺得這件事很好笑 我真的很久沒見過古曉神 這麼失措的樣子 不過我也很感謝你覺得我 這麼有情有義 我是覺得你雲飛飛有什麼不敢做 在九七年聖誕那一天 我答應過自己 我以後都不會讓你 令我為你流多一滴眼淚 對不起 對不起,這次是我想多了 不好意思 其實你真的令我很失望 你知不知道你剛才差點說錯話 要不是真的,我怎麼說都不會錯 我不知道你跟林懷有什麼關係 也不關我的事 但是以我了解的雲飛飛 知道她為了幫我照顧我爸爸 打亂了你安排她進電視界的計劃 你沒理由不接受 或者你根本從來都不了解我呢 你絕對不會關心我爸爸沒人照顧我 你想在一個小孩面前做好人 你就當我覺得這個小孩 跟你股家很有緣 我只是順應Tiny的安排 我跟你說,從今天開始 除了公事 我不想跟你有任何關係 好舒服 不過你也別餓太久了 等我累了,我不累 阿姨,上來幹什麼? 我在公司聽到秘密 我要來問清楚和仔 和仔… 我聽說雲小姐是你媽媽,是真的嗎? 誰是雲小姐? 我們的總經理 阿姨,人家在這裡胡說,你回來胡問 平姐都問得對 可以給她一個機會解釋 那你是否是雲小姐的兒子? 不是,阿姨Vivian是我媽媽的好朋友 她從小看到我長大了 其實我這次回來香港 原本也不想打擾雲小姐 所以就沒有告訴她 那爆炸哥那件事 已經整個TVI都知道了 是啊,其實這次弄得 阿姨Vivian下廠 被她碰到正 當她知道別人說的那個臨和 真是我那時候 就被迫著跟我出頭 真是想不到因為這樣 而引出這麼多謠言 那你的家人呢? 那雲小姐不是你媽媽 難道就在好象明哥來說 就是那個闊老林富豪 神秘小三個兒子嗎? 其實… 其實我們知道 你不是雲菲菲的兒子就行了 除此之外的事,我們不需要知道 為什麼她不是雲小姐的兒子 你總覺得好像比較安心 那當然 如果和仔是我們總經理的兒子 他現在在我們那裡住 他有什麼喜事上來 我們怎麼擔戴得起呢? 那你們可以放心 雲小姐不是我媽媽 但是我有件事要跟你們說的 你有什麼事? 就是古Sir的床 對老人家來說實在太軟了 第一,對脊骨不好 第二,一落床的時候很容易失重心 一滑就糟糕了 是這樣嗎? 我還以為有什麼料爆 我知道有隻竹炭床褥也不錯 軟硬適中,還可以去濕氣 其實真的可以考慮換了它 好呀,聽完你 來 其實緊要軟的部分 你也沒有什麼想要用 但你應該要啦 其實感覺好不容易 因為我都已經在這裡 其實很緊張 但你現在能帶走 唱歌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